心情也很重要 那请问各位朋友 什么样的人最开心 什么样的事情最快乐 助人为乐 为善最乐 一个天天行善事的人 他的嘴边一定是挂着微笑的 哪一天我们笑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能是自私自利怎么样 太重了 我们太自私了 所以呢 健康跟心境也有绝对的关系 从许泽女士的身上 我们看到什么 开心加速食就是健康的保障 而许泽女士 她自诩为108岁的年轻人 为什么 因为她即使到108岁 她还非常的有体力 而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许泽女士呢 是从在妈妈肚子里面 就开始吃素了 她是胎理素 所以呢 可以跟大家讲 从她的身上 我们看到 不但是儿童适合吃素 成年人适合吃素 老年人怎么样 更适合吃素 更适合吃素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吃素对人体有这么多的好处 对地球有没有好处呢 也有好处啊 我们看到1960年到1990年 全球肉品的消耗量 增加了好几倍啊 这个对地球不是一件好事啊 我们看一下啊 越来越多的人把汉堡当成正餐 然后呢 肉类已经从配菜变成了主食 以前呢 很久才有一个肉可以吃啊 配菜啊 现在怎么样 一餐呢 可能就是一克牛排 一克鸡排 一克什么猪排 就是变成了主食了 就我们现在一餐 可能把过去的人 一个月的肉量 或者是一年的肉量怎么样 全部吃光光 再来呢 我们到餐厅里面去看 每天有大量的剩肉 被倒到收水桶里面去啊 我有一次到一个大学里面去参观 到她餐厅的时候 真的是叫惨不忍睹啊 我去看 我看到每一个学生 几乎没有一个人 几乎没有一个人 是把碗吃得干干净净才走的啊 现在的学生认为 我把碗吃干净 那叫丢脸啊 真的啊 那多丢脸的一件事情啊 对啊 应该要留一点点 显现出呢 我很 很有品味 这个是很不对的观念啊 为什么 因为这些倒掉的食物 通通在破坏地球环境 我们没有这样的敏感度啊 这样的 这些肉品的消费 到底跟 宾围的环境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呢 下面呢 来讲讲地球的健康 刚刚讲的是人体的健康 现在我们来关心一下地球的健康 以美国为例 1997年 美国加醋的总量是总人口数的四倍 这些加醋要不要产生粪便 要啊 加醋的粪便每一年产生16亿吨 分给每一个美国人 每一个人可以得到6000磅 可是我们要知道啊 6000磅这个数字 关心一下 你看啊 美国牲畜所产生的排泄物 是全国人民排泄物总和的20倍 各位朋友 我们思考一下 动物会不会自己盖下水道 人会盖下水道 动物不会自己盖下水道 那结果这些粪便跑到哪里去 跑到地下水 或者是跑到河川里面去 污染了我们的水源 饮用水被阿摩尼亚 跟硝酸盐污染之后呢 造成很多身体的危害 跟婴儿的猝食 这个是在很多水源 被污染的地方 所看到的一个现象 而清理一个水源 我们了解 清理一个水源 要花数十亿的金钱啊 而能不能完全清理干净呢 可能还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明智觉者食物呢 也是在保护水源哦 我们看到这两张图片 一个是养牛的地方 一个是养鸡的地方 它的这些污水 往外排的时候 有没有经过任何处理 没有啊 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啊 这是水污染的问题 再来呢 吃肉还要污染更多的水 消耗更多的水 为什么呢 因为在美国 大多数的穀物不是给人吃的 请问给谁吃的 给牲畜吃的啊 在美国有80%的玉米 90%的黄豆 都和麦子 都是做成饰料 请问 我们在种这些玉米 在种这些黄豆 种这些麦子的时候 要不要用水去灌溉 要 这些水通通要涮到肉里面 再来哦 这些穀物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要不要撒化肥 要不要撒农药 要不要撒除草剂 要啊 这些也通通会污染水源 这些也要涮到哪里 也要涮到肉里面 这样才公平啊 我们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计算 才是真正的一个数字 所以呢 有专家去估计 生产1000磅的牛肉 大概呢 4504公斤的牛肉 就是养一头牛呢 从他吃的穀物 灌溉他吃的穀物 到这头牛 从屠宰场出来 要花多少水量呢 这些水量足足可以 扶起一艘驱逐舰 为了只是养一头牛 你看我们的水 就是这样不见的啊 一艘驱逐舰有多大 为了只是去换 一头牛的牛肉而已啊 我们认为有价值吗 再来我们来看一个 比较直观的一个数字 生产一磅的牛肉 要花5000加仑的水 可是生产一磅的苹果 只要49加仑 几倍 大概将近100倍啊 可是生产一磅的马铃薯 只要多少呢 25加仑 两百分之一啊 就我们就了解到呢 我们的水确实就是这样怎么样 消耗掉的 你看生产一磅的 这个肉类竟然要多花 100倍到200倍生产这些谷物的水分 值不值得呢 让我们去思考一下 我们认为水资源很多吗 其实告诉大家 水资源在地球暖化的过程之下呢 已经越来越缺乏了 大家看到这张图片呢 是喜马拉雅山的冰川在1978年的时候的一个状况 到了最近2004年 同样的一个季节 同样一个时间 同样一个地点拍摄下来的状况呢 我们看到这个冰川已经大幅度的怎么样 倒退了 可是我们要了解 冰川是人类的水塔 是人类淡水的水塔 人类淡水的水源都储藏在这里面 如果这些冰川一直在消融 一直在消退 全球约有事成的人口会面临缺水危机 你看喜马拉雅山的冰川养活多少人 养活全中国人啊 长江跟黄河都是 发源地都是那里啊 马上有四成的人口要面临缺水的危机 台湾会好 比较好吗 不会啊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缺水跟我们有没有关系 这张图是四大内陆 咸海的状况 在我们当学生的时候 我们的教科书里面 地理教科书里面告诉我们 四大内陆海 一个海叫做咸海 这个咸海呢 人在里面游泳 不用游泳就会浮起来 因为咸度很高 可是曾几何时 最近去造咸海 咸海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为什么 因为流到咸海的两条河 被人家引去怎么样 灌溉棉花 不当的引去灌溉 结果呢 整个咸海已经快干掉了 上面的这个 我们看到的这些船 渔船 都是当年在咸海里面捕鱼的渔船 现在已经怎么样 毫无用武之地 下面这张图 更让我们感觉到惊讶 这是2005年 在亚马逊河拍摄的一个状况 巴西亚马逊河 我们在地理里面 读到的一条非常大的河流 它的流量是长江的好几倍 如今停在上面的船只呢 也已经搁浅 河会不会干掉 我们看到 不但河干掉了 海呢 海也哭了 这些照片还不能打醒我们吗 还不能打动我们吗 我们对水资源的浪费 在这种灌溉 在这种养 这个牛 养这些猪的身上 我们还要大量的去浪费这些水 再来 另外一个思考的问题 刚刚讲的是水资源 现在讲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我们用穀物来换肉名字吗 想象我们在一个孤岛当中 我们必须要自己耕作 才能自己自主 自己种田 好不容易得到12磅的穀物 请问你要换什么 可以换什么 第一个呢 可以换54碗的玉米片 我跟大家计算过了 这个呢 省吃减用可以活一个礼拜 你说玉米片我不喜欢吃 可以换什么 可以换12条 超大型的 法国面包 我也跟大家算过了 省吃减用也可以活一个礼拜 但是呢 你说我不要吃事我要吃肉 那么你可以换多少牛肉呢 只能换一磅的碎牛肉 一磅的碎牛肉 省吃减用可以活多久 两天 所以各位朋友 我们来想想看 你愿意换什么 所以呢 请我们记住12比1这个数字 12磅的穀物换一磅的碎牛肉 可是最近我看文献呢 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16比1了 为什么到16比1 因为现在土地种出来的 穀物怎么样 营养都不够了 以前12磅可以养活 可以换一磅的碎牛肉 现在呢 16磅才只能换一磅而已啊 那我们来思考一下 各位朋友 12比1或者是16比1 告诉我们什么 养活一个吃肉的人 可以养活12个吃素的 可以养活16个吃素的 那么 换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要12倍的耕地 才有肉可以吃 那么请问这么多的耕地 哪里来 很简单啊 把森林推掉 有没有 创造耕地啊 所以呢 现在有大量的森林怎么样 被砍掉啊 在1979年到2004年 巴西每年都有 7500平方公里 的热带林被砍伐 或者是烧毁 加速温室效应 刚刚讲到温室效应 我们就要了解到 温室效应 跟我们吃的东西 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 有三张图片 是从卫星拍摄 亚马逊热带雨林 的一个状况 1975年的时候 拍摄的时候 怎么样 很干净 有没有 一片干净 有没有 到了1986年的时候 十年过去了 出现了一条一条的什么 很丑陋的痕迹 有没有 那个就是被砍掉的生命 大家不要想说 只有一条一条的 那个是在哪里拍的 在太空拍的 跑到地面上来 有多大的面积不见了 可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 满目苍疑啊 你看这个热带雨林 在流失有多严重 而这些热带雨林 被砍掉做什么 就是做耕地 然后呢用这些耕地的 所产生的这些 古类来养什么 来养牛跟养羊 这一张空照图 更令人害人听闻 你看哦 在上面有红点的地方 表示什么 发生火灾的地方 为什么发生火灾 因为人为众火 因为用砍的速度太慢了 要用烧的 所以呢 在高发的阶段呢 高峰期 同一时间 竟然有七万个起火点 同时在烧 为什么呢 因为人为众火 是为了要开墾成田 你说为什么要把热带雨林 变成良田 因为很简单 森林的土地 比一般的土地更肥沃 我们要了解 现在的土地 因为大量使用化肥 使用农药 现在的土地呢 表土已经一直在流失了 所以热带雨林的土地 所生产出来的肉的产量 是一般田地跟木地的三倍之多 刚刚讲到 因为它种出来的东西 营养价值很高 可是紧接而来的是什么问题 不但是树被砍掉的问题 还有表土流失的问题 本来很好的表土怎么样 又要再一次被糟蹋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致意在压榨土地 造成表土资源严重的流失 结果是这个样子的 根据科学家研究 自然界每500年 500年喔 才能长出一寸的表土 目前呢 以现在的速度在种植 16年就流失一寸的表土 各位朋友 我们16年就把地球 500年的精华给糟蹋了 每16年 我们有多少16年啊 这个地球有多少16年啊 各位朋友 我们这片土地啊 有人曾经这样讲过 说我们这片土地 不是承接 不是承接我们祖宗的 不是从我们祖宗 手上承接过来的 而是跟我们子孙 借来用的 就是说我们今天 这么自意的 在糟蹋这些土地 这么自意的 在流失这些表土 为什么 最终的根源 是为了满足 我们那一个 三寸的舌头 这是最终的根源啊 你看我们 种了那么多的穀物 然后呢 来养这些牛 来养这些猪 来养这些鸡 来养这些羊 然后呢 然后我们自己尝到什么 尝到这些表土流失 尝到这些水源枯竭的结果 这是断子绝孙的行为啊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吃一块肉 竟然可以造成地球 这么大的委屈 让地球受到这么大的伤害 我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过度的放牧造成了什么呢 沙漠化 我们了解到 在中国大陆 呼伦贝尔草原 是我们在地理上读到 很美丽的草原 如今怎么样 如今它退化的面积 超过两万平方公里 占可利用草原面积的 百分之二十一啊 五分之一退化掉了啊 为什么 因为过度放牧 因为我们要吃羊肉 因为我们要穿羊绒衫 所以呢这些羊呢 它在增食这些草原的时候呢 把这些草原 一次的全部怎么样 破坏殆尽啊 我们以前念过的书 告诉我们 那些农民 那些牧民 以前是足水草而居啊 现在没有水草可足了 为什么 因为一次吃光光啊 它没有留后路的 而过度的放牧 造成中国十三亿土地荒芜 水土流失 百分之六十的草原怎么样 严重退化 真的是断子绝孙的事情 你看每年在北京的沙尘暴 为什么会有 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呢 我可以跟大家讲 这是人祸啊 这个哪是叫天灾呢 以前没有的啊 现在呢 在气象学里面 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什么呢 叫做泥雨 泥雨啊 为什么有泥雨 就是沙尘暴发生的时候 同时下雨 那一天就叫泥雨 下泥雨啊 泥巴的雨啊 结果那一天 如果您正好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 我们的车子会被迫停在马路中间 开不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泥雨打在 这个挡风玻璃的时候呢 是我们的那个雨刷怎么样 来不及怎么样 刷掉的 这个都是因为我们 致意破坏环境 所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各位朋友 这都是因为吃肉引起的 这个绝对不叫做为言耸听啊 不是为言耸听啊 我们今天看到了 很多人在讲 温室效应的时候 没有人提到吃素这个问题 我们觉得心里怎么样 很难过啊 为什么 因为吃素跟环境污染 跟温室效应有没有关系 我可以告诉大家 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非常紧密的关系啊 我们不晓得我们今天一口素食 竟然可以让地球得到一点点的舒缓 这个是我们呢 今天呢 必须要 听过这堂课之后呢 必须要有的一个基本的观念 那么我们呢 这个 讲这个 过度放目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那么 待会呢 我们再来 分享一下一些 更为严重的一些环保的课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节课呢 跟大家讨论到 温室效应 讨论到环保跟吃素的问题 我相信呢 在座的很多的老师呢 可能对这个议题呢 也许呢 比较陌生 因为呢 在我们的媒体里面呢 在我们一般所接触到的 大众的媒体里面呢 很少就这个问题 给我们做出提醒 很少 那么我们也很少听说过呢 吃素呢 对于地球呢 有这么好的帮助 很少 那么下面这里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举一个例子呢 让大家了解 吃素确实跟温室效应有关 在我们尝试里面呢 温室效应气体呢 一般来讲 大概认识的 就是二氧化碳 那么请问 我们饲养的生畜 会不会产生二氧化碳 会哦 而且它产生了二氧化碳 会把我们给吓死哦 因为一头牛 一年产生多少二氧化碳呢 产生了四千公斤 就是四公顿的二氧化碳 而一头猪呢 产生了二氧化碳 四百五十公斤 一头羊呢 产生了四百公斤的二氧化碳 而请问 人一年产生多少二氧化碳 人一年产生三百公斤 就我们要晓得 这些我们所饲养的生畜 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都高于人类的 二氧化碳的产生 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开车 开车 走一段路 我们开车走一段路 也许比我们走路怎么样 更节省能源哦 为什么 如果我们走路的能量 是靠吃牛肉来的 可能我们走一段路 所消耗的能源 不比一台车子要怎么样 还要低哦 搞不好 消耗的能量是一台车 比一台车还要高 因为一辆车子 一年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 一个2.0的房车 产生二氧化碳量 一年是多少 只有三千公斤 只有三千公斤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在谈 环保的议题的时候 不应该不谈吃素的问题 一定要谈吃素的问题 而我告诉大家 不是只有二氧化碳而已 温室效应气体 还有很多种 其中有一种叫甲碗 而甲碗对产生 温室效应的效果是二氧化碳的23倍 比二氧化碳更厉害哦 而有研究显示 有很多的甲碗是动物产生出来的 每一年全球大概有15%的甲碗是由农场动物的粪便所提供的 而这个数量呢 每一年还在以1%的速度增加 所以我们怎么可以说 养动物对温室效应气体没有贡献呢 而我们再来看 近百年来最热的十年 事实上是出现在最近的15年当中 而且年年破记录 我们从2001年 我这里呢 红色的部分呢 表示的是高温破记录的那一年 2001年到2006年 年年破高温记录 请问2007年会不会破2006年的高温记录 我跟大家保证 肯定会 因为现在我们看每一个月的气温 跟2006年跟去年比起来怎么样 一年比一年更热啊 而这些温室效应气体 一直在增加的过程当中 我们能说跟这一些养殖业无关吗 你看刚刚讲1997年的数字 1997年是10年前的数字 美国加醋的蓄养量 是美国人的四倍 美国人口的四倍 你看如果我们不吃那么多的肉 我们何必要养那么多的牲畜呢 这个都已经告诉我们呢 温室效应迫在眉睫啊 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另类的全球第一啊 过去15年 台湾二氧化碳总排放量 成长130% 全球成长量只有16%而已 我们台湾竟然这么小的一个小岛 成长了130% 而每一个人年排放量超过12万吨 每一个人贡献这么多量 是全球平均值的三倍 而高雄市每一个人每年贡献的量更多 是34.7万吨的二氧化碳 全球排放量最高的城市高雄 各位朋友 如果我们都能改次数的话 我们一年可以减少多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减少很多耶 减少非常非常多耶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台湾在整个肉品市场的消费的情况 真的吓死大家 真的是会吓死大家 那个肉的这种消耗量 还有我们糟蹋掉的粮食 各位朋友 如果我们是一个老师的话 请回去转达我们的学生 这样的观念 我们要从小就扎这样的观念 我们不能够不了解我们跟这个地球的关系 我们不能不了解我们今天的饮食 确实决定了地球的前途 你看这么热的天气继续下去 我们了解到南北极的冰川继续的融化 南极的冰川融化和格林南的冰川融化 总共加起来可以让海平面上升多少呢 可以上升70公尺 可是我们来看看这三个图 当海平面上升6公尺的时候 有多少台湾的土地会被淹掉 当它在上升到15公尺的时候 又增加了多少的土地浸在水里 最后当水平面上升到25公尺的时候 台湾岛可能已经变成我们不认识的那个样子 这只是有25公尺而已哦 如果水真的淹到70公尺的话 请问台湾还能住人吗 而各位朋友 我们想一想 我们能不能活着看到那一天 就是整个南北极融化 到底还有多少年的时间 我们可以等待 一般科学家说是十年 一般科学家说是十年 最近又修正成七年 各位朋友 很危急啊 就是我们在 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呼吁 我们今天不能再把地球的安危 跟我们之间化上什么 鸿沟啊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温室效应的成因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消耗这个地球的能量 而吃肉消耗掉的能量是我们怎么样 过去完全没有知觉的 那不知不觉就消耗很多很多的能量 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认为那一块肉跟地球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认为那个汉堡跟地球没有关系 我们认为那个鸡腿没有吃完 我就可以扔掉 那跟地球没有关系 其实呢 大有关系 大有关系 就是我们想 上天赋予我们这么小的一个身躯 为什么赋予我们一个这么贪婪的嘴 就是我们曾几何时 为了这个嘴 必须要牺牲掉整个地球的利益 必须要透支掉所有子孙的福祉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非常谨慎的去思考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干旱缺水 海平面上升 洪水泛滥热浪 还有呢气温的改变 都会造成什么 农作物的减产 各位老师 我们不要认为水淹上来 我们才受到影响 其实我们现在有没有受到影响 有 受到什么影响呢 现在我们的农作物已经在减产了 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呢 我们现在所吃的稻米 对于温度的变化非常的敏感 稻米呢 只要晚间的温度升高 摄氏于度C 收成就会减少10% 就是呢 稻米对温度变化非常的敏感 各位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在大陆呢 四川 重庆 川泥地区呢 稻米的产量的一个数据图 在2006年 就是去年呢 川泥地区呢 强汗 什么叫强汗呢 就是呢 很严重的干汗 造成呢 粮食减产500万吨 所谓强汗呢 只是高于35度的天上 天数是一个月到55天 而部分地区呢 高于40度的天数 高达10天以上 甚至突破到44度 这叫强汗 这个已经让当地的稻谷 减产了500万吨 各位朋友 这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 有关系啊 物价会一直的提升啊 而且呢 粮食会一直的减产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我们如果还继续的想要吃肉的话呢 这些穀物还可能被分配到哪里 去养这些牲畜啊 这是一件非常不值得的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思考一下的结论 牲畜的绝食养呢 是养活人类最昂贵的方式 最贵的方式是这个方式啊 那我们了解到生产动物性蛋白的效率 非常的低落 生产肉类所需要的水是 生产小麦的100倍 这刚刚说过 而专家指出呢 如果美国人平均的肉量 可以减半的话 一天你只要吃一半就好了 可以减少30%的农业用地 跟24%的水污染 所以我们就了解到 现在不是讲国家新王皮肤有责 现在是世界存亡呢 皮肤有责 从哪里做起呢 从餐桌上做起 我们来看一下生产肉类 损失掉的蛋白质 让我们觉得很心痛啊 这是另外一种粮食的糟蹋 我们来看一下 养乳牛 养一头乳牛 损失的蛋白质有多少呢 78% 这个还算少的 为什么 因为牛奶里面的蛋白质含量很高 只不过呢 都是不好的蛋白质 就是它的损失量是高达78% 而养肉鸡呢 损失掉的蛋白质是83% 养猪呢 损失掉88%的蛋白质 养肉牛呢 损失掉94%的蛋白质 就是我们拿这些好的植物性蛋白哦 去换不好的动物性蛋白 然后还要损失掉90%几的蛋白质 就是说这种赔本生意有几个人要做啊 没几个想要做这种赔本生意啦 你看我们竟然拿优秀的蛋白质 拿优质的蛋白质去换劣质的蛋白质 然后他还告诉你说最少的损失量是78% 就是人类真的是疯了啊 大家真的是疯狂到了 不晓得严重性在哪里 这是赔本生意啊 但是呢 有多少人能够了解呢 所以呢 粮食会不会短缺 其实没有什么粮食危机啦 如果我们不吃肉的话呢 这个世界不会有粮食危机啦 为什么 因为马上会有12倍的土地被释放出来 所以我们要了解呢 人类的社会是不可分割的群体 如果我们不拿12倍的土地来换肉吃 那么更多的人将可以获得更丰盛的一餐呢 就我们要拿出我们的粮食来啊 有这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人被饿死 而我们在这里大口吃肉 我们还有粮食吗 就是我们拿这么多的粮食在糟蹋 但是呢 却有很多人活活的饿死 这个事情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呢 我们举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给大家 来体会一下 香港的市民平均每一天吃肉的量 是半斤的猪肉 等于消耗720万立方的淡水 注意让全港的市民用6天 而这些肉呢 等于消耗掉能源6888万千瓦 可以让全港的家庭呢 用2.8天的能源 就是我们一次就把它吃掉了 一天就吃掉了 它所用的这些粒米呢 饰料是11.2公顿 它的热量呢 足以满足全港人民呢 一天的热量需求 再来呢 这些半斤的猪肉呢 还要用掉抗生素1224公斤 相当于12万剂量的疗程 就我们就吃掉这么多的抗生素 占耕地1304公顷 相当于160个维多利亚公园 就是我们要耕作这么多的土地的东西来给这些猪吃 最后呢 要耕作这些土地 所用的化肥 竟然高达40万8千公顿 用20尺长的卡车 可以排5万6千个货棍 真的是疯了 这是很疯狂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 我们今天塞到嘴巴的那一块肉 竟然要付出这么高的代价 因此呢 各位朋友 让我们冷静来想一想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我们冷静地来思考一下 吃这一块肉 真正付出的成本是多少 难道是我们买肉的那一个价钱吗 其实呢 远远超过这个成本 而这个成本 还继续不断地在透支 可是很多人就问 吃都不好 吃鱼应该比较安全吧 答案吃鱼更毒 因为所有的污染 全部排到海里面去的 在市场里面 我们去买鱼回来 超过半数的鱼 你买回来检查之后呢 都含有超量的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叫做P-O-P-S 什么叫P-O-P-S呢 P-O-P-S呢 顾名思义是人类合成的 它呢 会永远存在于环境当中 不会被分解 像DDT 像代奥辛 这个都是非常著名的 而这些永久性的有机污染物 通常经过食物链的过程当中呢 会把这些污染物 从微量的等级呢 累积到上万倍以上 因为它会累积在动物的脂肪里面 然后呢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它有一个很长的这个什么 食物链 能够把这一些很微量的毒素怎么样 成万倍的累积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而P-O-P-S 对人体到底有多大的伤害呢 致肌 致癌 致突变 三致 而我们看到 它对肝 对肾 对内脏 对神经 对内分泌系统 还有生殖系统 有极慢性的毒性 所以我们要思考 我们今天吃这些东西进去 我们得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疾病 原因常常查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太毒了 里面有很多很毒的东西 而我们知道 代奥心对人的伤害有多大呢 举一个例子 一亿分之一的代奥 一亿分之一克的代奥心 就可以把一个人给毒死 那个肉眼都看不到的量 就可以把一个成年人给毒死 我们说它有多毒呢 而短期接触 六绿本 高浓度的六绿本 可以引发呼吸衰竭 跟心秤儿腰疹 这都是很毒的东西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毒性 跟大家介绍 因为我个人是学生物化学 我对这一方面 也有一点收集一些资讯 确实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性别的错乱 还有我们生殖系统的一些疾病 通通都跟这些东西有关 都是吃出来的 但是我们现在绝对不能漠视这些问题 那么我们不能讲太多 我们只能重点式的讲 那么吃鱼对生态有影响吗 当然有影响 现在很多的科学要评估 北大西洋因为过度的捕捞 已经导致海洋的生态 在蔚南几年之内可能崩溃 他讲这个托王捕鱼 如果再不收敛的话 以后往起来的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水母而已 和水草而已 往不到鱼了 现在鱼已经严重的枯竭了 那我们来看什么叫托王捕鱼呢 大家看到这个图 一只渔船 后面托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网 那个网是经过特殊设计的 他托过的地方会完全的被摧毁 他一次捕捞起来的雨量 是15吨的渔货 我们了解到 当他的渔网托过宁静的海床的时候 会把上万年的这些珊瑚 毁于一旦 全部的海床 全部一次都把它破坏掉 这些珊瑚海绵被破坏掉之后 鱼没有残卵的地方 也跟着怎么样 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了 这个是杀鸡取卵 再来呢 很多人讲呢 我不要吃死的 我要吃活的 吃活的怎么办呢 所以用毒鱼 用山埃来补鱼 大家看到这一个泉水夫呢 手上拿的这一瓶东西叫做山埃 山埃呢 可以让鱼呢 昏头转向的 然后呢 轻易的就被捕捉 而我们看到 每用山埃活捉一条活鱼的时候呢 就要摧毁 平均就要摧毁 一平方米的珊瑚 永久性的摧毁 而我们看到 珊瑚的生成呢 是上千万年的时间了 而且破坏之后呢 复原无奇 而现在山埃捕鱼 非常的严重 香港是全球进口 珊瑚鱼最多的地方 每年消耗掉 两万五千公顿 而且珊瑚鱼呢 都是用珊瑚去活捉的 从珊瑚被发明到现在呢 60年了 至今呢 已经生产出 一百万公斤的珊瑚 这些珊瑚呢 有15%用于水族鱼的交易 剩下的85% 东通都是用来 毒鱼 然后给人吃活鱼的 而这一百万的珊瑚 现在在哪里呢 在海里面啊 而每35毫克的珊瑚 就可以把一个 70公斤的成年人给毒死 所以一百万公斤的珊瑚 足以夺去 286亿人口的性命 这些毒现在在哪里呢 在海里面啊 在海里面啊 这个真的是布露出人类非常贪婪 非常这个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这种 贪婪的这种心境 很可怕 再来呢 炸药 炸鱼 把炸药呢 埋在海底呢 然后透过爆炸呢 让鱼怎么样 死掉 然后浮到海面 然后再去捞鱼 结果这么一炸呢 爆炸力很强啊 把海底炸成废墟 真的都叫做杀鸡取卵 岩神钓 岩神钓呢 是在远洋的渔船上面 挂着一条非常长的尼龙绳 上面挂满鱼钩 这个绳子长度可以到达100公里 很长哦 上面挂满数以千计的鱼钩 所以现在平均每一天 全球大概有500万个鱼钩 在海里面捕鱼 请问它捕到的都是鱼吗 答案不是的 有很多的鸟类跟海龟 会误食这些鱼钩呢 而活活地被钩死 这张图片呢 就是被误钩的信天翁 每年预估误钩的海龟 高达4万只 而鸟类也高达30万只 其中包括10万只 瀕临绝种的信天翁 再来围网捕鱼 什么叫围网捕鱼呢 就是两艘渔船 拉起一个长一公里 深度300公尺的鱼网 把鱼包围起来 然后网起来 那么捕这些鱼呢 通常都是经济价值非常高的鱼 我举个例子 譬如像吞拿鱼 而吞拿鱼呢 在海里面看不到 怎么办呢 据说吞拿是跟海豚 有共生关系的 所以看到海豚就知道那里有吞拿 所以渔民通常看到海豚之后 就把网子怎么样 靠过去了 所以它网起来的 是不是只有吞拿 不是啊 连海豚一起怎么样 一起补上来 然后最后再把烟烟一袭的海豚怎么样 推到海里面去 所以我们就了解到 每一年 据美国海洋气象研究所的预估 从1959年到现在 大概有超过600万头的海豚被误补 而造成了他们的死亡 这都是我们应该要了解到的状况 而误补的状况更加的严重 每一年大约有25%的鱼是被误补的 补起来之后有没有带回家 不是啊 再度的抛到海中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的远洋鱼船 它不能再承载过多 它不要的这些鱼货 所以误补的这些鱼最后怎么样 死掉了 通通在泡回海里 每年大概有680到2700万吨的鱼被误补 数量惊人相当于全球鱼货海鲜量的一半 很多人讲说呢 这个吃鱼对生态的影响呢 确实可能是以前我们想象不到的 如今海洋 这个还是更近的一个统计数字 科学家玉窟呢 大概有90%的大鱼 例如吞拿 箭鱼 鼻木鱼等 通通被捕到金光 鱼群呢 在近15年当中呢 骤降80% 近15年当中吃掉80%的鱼 而全球十几个主要捕鱼区呢 也不升负荷 其中九个呢 已到达枯竭的边缘 真是叫人很心痛啊 本来海洋这么美丽的地方 也被人类糟蹋蹂躏到这个地步 再来呢 我们讲呢 那吃捕的不好 吃养的好不好 吃养的更糟 为什么吃养的更糟呢 因为全球 现在养殖的鱼类 为人类提供海产呢 高达三分之一 而这些养的鱼类呢 每一年要消耗掉全球 87%的鱼油 跟53%的鱼粮 什么意思 就是养的鱼呢 怎么养的 还是从海里面捞出来怎么样 去养的啊 所以它吃掉的鱼粮怎么样 更多 而且怎么样 更毒 因为呢 它把这些毒素怎么样 一次都接受过来 再来建议鱼场 还破坏海岸的生态 一个鱼场呢 顶多只能用五年 废弃之后呢 就没有用了 再来呢 喂食的时候 有大量的抗生素 荷蒙 氯化物 排出大量的什么 毒水来污染 危害更大 再来养殖鱼的问题 我们刚刚说到 养殖鱼会放哪些东西呢 抗生素污染很严重啊 残留非常的严重 现在呢 抗生素的残留 已经到了 无药可用的地步了 当然这些呢 我们也不能够 仔细展开来讲 讲起来呢 确实会让大家 毛骨悚然 而抗生素 经过长期 食物链的累积呢 在人体当中 负极 浓度越来越高 造成肝肾功能的障碍 造成障碍性的贫血 还有呢 造成神经系统 多功能性的障碍 所以现在很多的疾病呢 根本查不出原因的啦 你说为什么会贫血呢 查不出原因啦 为什么 这个东西吃太多了 抗生素滥用太严重了 所以呢 美食下的陷阱呢 我们来看 养殖的鲑鱼 它带奥心的含量 跟多绿原本的含量 是野生鲑鱼的十倍 你说为什么 因为它吃的就是 海里面捕来的这些鱼粮 所以呢 生物累积 是我们现在 所不能够忽略的一个议题 什么叫生物累积呢 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食物链 那么食物链就像金字塔一样 下面那个植物我们叫做生产者 上面叫消费者 一级消费者 二级消费者 这是小时候念的 而越往上走的消费者 他所含的农药 含的毒素越怎么样 越高 所以各位朋友 我们来想一想 您愿意 位于食物链的哪一层呢 我不愿意待在最上层 为什么 因为最上层最毒 其实人类可以待在第二层 因为人类是吃素 所以很多人就讲说 你们吃素的 还是有污染 还是有农药 吃素的 这个农药的污染也很严重 请问是吃素的人体内农药比较多 还是吃肉的 有一个研究报告显示 他把吃肉的人找来 然后吃素的人找来 他找了三种人 有一种人是完全吃肉的 肉食者 有一种人他是淡奶素食者 就是他吃素 可是他还喝牛奶 吃鸡蛋 另外一种人是完全不喝牛奶 不吃鸡蛋 严格的素食者 结果抽他们的血液 往这个仪器一打去检验 发现农药的比例是 15比5.5比1 谁的体内农药最多 吃肉的人 吃淡奶素的人 农药仅次于吃 肉的 而吃严格素食者的体内 最干净 农药残留最少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听一些 路边的消息 路透色的消息 就是路边透露的消息 然后就认为 吃素怎么样 很不健康 其实呢 很多都是我们的成见 跟我们的偏见 所造成的 而肉伴随了其他问题呢 当然第一个问题是抗生素的问题 抗生素滥用是问题啊 你看一个鸡舍里面养了几万只鸡 只要有一只鸡生病了 所有鸡都会死光光 所以呢 很多饰养者 必然的怎么样 加很多的抗生素 这个是必然的 否则他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肉 来提供我们吃呢 再来呢 抗生素的残留已经到什么样严重的地步呢 在猪跟鸡的粪便里面 我们把它的里面的细菌怎么样 纯化出来 提供出来 有30%到40%的细菌 对22种抗生素有抗药性 你看有多毒啊 真的已经到了 无药可用了 我们吃了这些肉之后怎么样 在我们肚子里面的这些 有益的回生物呢 也会被这些抗生素怎么样 给杀害啊 所以常常肚子会怎么样 消化不良啊 也在这个 这个也是会造成的 再来荷尔蒙残存的问题 也很严重啊 各位朋友 我们上面的课程提到 现在的小孩子 第二竞争 早熟的状况很严重啊 跟这个绝对脱离不了关系啊 大家知道一只鸡 自然的寿命可以活多久 7到10年哦 请问现在多久就可以上市了 28天 28天一只鸡就可以上市了 它怎么养那么快 吹气球吗 吹风吗 当然不是啊 一只猪可以活15年哦 自然寿命可以活15年到20年 请问多久可以上市 半年 半年不到就可以卖了 它怎么养的 它不用这个东西 它怎么养的 所以这个都是很可怕的一个问题啊 那我们去素食店看 有那么多鸡可以吃吗 有那么多炸鸡吗 都怎么养出来的 都是这样养出来的啊 我们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啊 再来呢 肉品添加剂的问题 我们说过 这些添加剂 有保色剂 有防腐剂 你看 这些东西 刚刚已经说过了 跟什么有关 可能跟过动有关哦 跟神经系统有关哦 这里还讲到 长期吃这些东西 还会造成肝肾功能的负担 还有致癌的作用 这个我们已经怎么样 真的叫饮苦食毒啊 真的我们吃的东西呢 没有经过这些 一层一层的这些分析呢 我们不晓得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呢 有多么的毒 而再来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 动物有没有情绪 动物有情绪的问题啊 你看 动物长期被关在一个鸡舍里面 一只鸡从出生的第一天 到它被宰杀的那一天 它从来没有看过太阳啊 从来没有看过阳光啊 它从来没有活动过啊 它都是被关在一个 非常狭窄的笼子里面 它的情绪好不好 它情绪很糟 糟透了 糟透了 我今天呢 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跟大家 介绍太多 这个养殖的方式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 这些养殖的方式 极度的没有人性 极度没有人性哦 而这些动物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它的情绪糟透了 它的身体状况糟透了 有大部分的鸡被检查 存在癌症哦 而我们吃了这些鸡的肉 吃了这些猪的肉 吃了这些牛的肉 喝了这些牛的牛奶 请问 会好到哪里去呢 有很多的毒素是我们看不到的 因此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它本身就百病重生了 肉里面的毒素也很多啊 所以造成我们 身体健康 一天不如一天 可是大家不要紧张 不要皱眉头 因为呢 我们还有其他选择 我们可以清除体内的污染 靠什么来清除呢 我们可以吃树啊 我们可以吃蔬果 我们可以吃这些营养的蔬菜 红萝卜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呢 把拱的重金属怎么样 排出体外 再来呢 菌类的食物 像白木耳 黑木耳 这些菌类的食物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清除 血液里面的毒素 有解毒的功能 海藻类呢 海带昆布 紫菜 有助于我们抗辐射线 现在的人 打电脑的时间很多 要多吃这个抗辐射 听说呢 吃这个味噌 也能够抗辐射 菌类是豆子做的 黄豆 再来呢 豆类的汤可以解毒 像绿豆汤 这些都可以喝啊 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 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 再来呢 我们可以吃菠菜 它含有铁质 含有叶酸 可以预防心脏病 绿茶呢 也可以防很多的癌症 跟心脏病 它里面有很多的抗癌物质 再来呢 我们可以吃花椰菜 它里面含有很多的 胡萝卜素 可以预防癌症 可以抗乳腺癌 胃癌直肠癌 还有呢 老人可以让他多喝燕麦 因为可以降低 胆固醇 降低血压 预防大肠癌跟心脏病 还有呢 我们可以选择很多的果仁 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1 可以降低胆固醇 番茄里面呢 芹红素也很好 对身体健康都很有帮助 但是呢 吃素也要会吃 吃素如果不会吃呢 也会吃出毛病 怎么叫做会吃呢 不能吃太油 也不能够过度的烹调 我们看到现在的素食餐馆 很多都煮得太油了 这个其实是不健康的 再来呢 要以清淡为主 降低糖 盐 调味料 不要放太重 这些都是不好的东西 还有味精 味精不要放 味精是可以不要放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 长期以来呢 都没有吃味精 那么 舌头变得很灵敏 比较灵敏 可以吃出植物的真味道 再来呢 蛋白质摄取不能太高 因为我们知道 很多植物里面蛋白很多 也不要吃太多 是可而止 再来 坚果类的东西要摄取 因为它含有天然的 不饱和脂肪酸 我们可以不吃鱼油 深海的鱼油 完全可以从坚果类来获取 这个是跟大家保证的 跟大家说明的 你可以不吃深海鱼油 但是呢你可以吃坚果 不宜吃太多加工的素食 素料 素肌素鸭素额素鱼 不要吃 为什么 因为呢有防腐剂 有显色剂 有人工香料 那个东西吃了呢 没有好处 所以很多人吃素 为什么吃出身体健康的问题 因为不会吃啊 再来呢 叶菜类芽菜类根精类 要均衡的摄取 不要偏重 不要听人家讲说吃这个牙很好 然后就一直吃一直吃 没有必要 要均衡胜取 然后最后呢 一个指导性原则 就是吃当地当季的 这个对身体健康最好 而且呢 降低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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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所以呢 不要吃进口的啦 我们不要吃进口的 又贵 然后呢 又污染 然后呢 又没有好处 这是几个大的原则 所以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 吃肉还有很多的不好 其中还有一点呢 就是人畜共通的传染病 狂牛症 狂牛症的碗毒体 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病源 这个碗毒体呢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手段 去杀它呢 其实都很有限 譬如说我们用高温去消毒 煮 罐装冷冻 紫外线 通通没有办法把它杀掉 还有一篇报道 讲得更害人听闻 就是那个得到 狂牛病的病牛 你把它烧掉 尸体把它烧掉 到了 这个 它的骨骸 拿出来去检验 还可以看到碗毒体的活性 几千度都烧它不死 各位朋友 为什么烧它不死 因为牛很愤怒 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动物呢 非常非常的愤怒 我们吃它的状态 我们宰它 杀它的状态 很不人道 动物要反扑啊 那它又没有能力对抗我们 怎么办 你看 这些东西就来了 这个不是害人听闻的 这种 这不是我们在这里 这个胡说八道的 那为什么以前没有 为什么现在这些病都出来 所以呢 要了解一下 整个 自然界的一个状况 再来呢 口提疫 这也是一个人畜共同传染的一个疾病 在过去台湾呢 也曾经发生过 那最后呢 我们看到最可怕的是什么 禽流感啊 每一年 春天的时候 就在通报禽流感的什么 病例有没有 而且呢 这个禽流感 每一年它会卷土重来 然后呢 它的基因 它的遗传密码 又再重组一次 让我们没有办法生产 禽流感的疫苗 没有办法生产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顽强的 而且造成人体伤害 非常大的一个病毒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也没有办法跟大家呢 很详细的来分析 禽流感对人体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伤害 很可怕 真的都很可怕 每一个疾病呢 对人类来讲 都是很大的一个威胁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从美国的数字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人类一年要吃掉 多少的生命 美国农业部统计 1999年一年 光是美国 就已经吃掉 98亿的家禽 跟牲口 98亿只啊 这么多的生命啊 而前些年呢 美国食用动物量 每年才只有4亿而已啊 短短的几年时间啊 那个成长的速度怎么样 吓死人了 所以我们现在吃肉 已经吃到什么样的程度 没有节制的程度啦 然而对我们人类 有没有威胁 有啊 这些动物 慢慢的都在 消耗我们地球的资源 再让我们的地球 变得越来越热 再让我们的水源 变得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要唤起 人类的良心啊 唤起人类的爱心 我们正在与时间晒跑 而改变饮食习惯 就能够让我们地球 变得更健康 因此呢 各位老师 那我们来看看一位 印第安酋长的忠告 他告诉我们呢 只有等到最后一棵树被砍掉了 最后一条河被污染了 最后一尾鱼被捕食了 人类才会发现 原来金钱并不能冲击 而我们来想一想 很简单地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 到底对地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森林会增加 污染会减少 水资源会更加的丰富 我们相信一个健康的森林 远比饲养一大堆的牲畜 来得更有意义啊 而改变饮食习惯 我们会发现 道路河里面的化学品减少 癌症减少 中风糖尿病肥胖症 这些文明病减少 停止动物性的脂肪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流动呢 牲畜将会感谢我们 子孙呢 也将会感谢我们 让我们静静地来看这一片生命 大自然不是一件商品 它不是一个可以不计任何后果 任意榨取 却不尝试着去了解的东西 相反的 在共通的生命网络中呢 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我们的生命呢 由它而来 珍惜大自然 就是珍惜我们自己 当我们真正感恩 并关怀大自然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 所以今天呢 利用短短的几个小时的时间呢 我们跟大家分析了 怎么吃 对我们的身体最有帮助 也告诉大家 怎么吃 对我们的地球最有帮助 我们千万不要妄置菲薄 因为呢 我们每一餐 我们每吃下去的每一个食物 都跟这个地球 都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 吃肉 不再是一件高尚的行为 相反的 吃素 是为我们子孙 未来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动作 也就是说呢 今天吃素是非常高尚的 我们不要认为呢 吃素是穷人的行为 是宗教的行为 不是只有宗教徒需要吃素 面对我们个人的健康 从简单的饮食 可以得到 长久的健康 也可以得到子孙万代的幸福 那么今天呢 也很抱歉 给大家呢 这个耽误了这么多的时间 那么很感谢大家呢 这个今天的这个 这个历龄 然后我们呢 在这里呢 分享这样的主题 希望呢 以后能够 更多的人了解这样的讯息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课程呢 就到这里呢 全部结束 好 那么谢谢大家